這個建築漂亮不漂亮 這個奧樓原來是曾經總督來過 那看過去就可以看到哪裡 看到觀音山 然後這個地方 我們鄧水湖發援在哪裡 鄧水湖發援在哪裡 發援在寫山三百的平田山 那有多高三天四百多公尺 所以你知道嗎 從那高山上流下來的水 溫度有沒有比較低 溫度比較低 所以你知道嗎 夏天的時候你知道 因為淡水湖的河水溫度比較低 所以這個地方你知道嗎 就比較涼爽 所以說 傍晚 尤其是傍晚的時候 涼風吹過來 然後在這邊請喝酒 然後請義旦來這邊唱歌 吟詩 所以說這邊這個人 這個房子叫做什麼 台灣人之家 什麼叫台灣人之家 就是日本的皇宮貴族來台灣的時候 幾乎都來這邊參訪 那我跟大家報告 台灣光顧以後 民國四十幾年到五十年 我們有國際的貴賓到台灣來 我們通常都會帶他去哪裡 看桃園土地改革紀念館 因為當時的土地改革成效卓著 所以很多改變農民的生活 讓他們看我們的統治多好 那民國五十年六十年的時候 我們帶他們去看哪裡 看加工出口期 那加工出口期你知道嗎 到現在還影響著台灣的經濟發展 加工出口期的生產有四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是什麼 它是高就業 每一個工廠一開工 它需要多少人 幾千人 所以你知道嗎 貴台灣的農村的剩餘人口 當時的那個姐姐 第二個是什麼 高污染 我們現在會覺得好像沒有啊 事實上跟大家報告 現在連支部工廠都是高污染喔 那更何況以前有什麼行業 電子行業 你知道嗎 台灣以前有一個桃園有一個RCA RCA到現在官司還沒有結束呢 為什麼 它那個毒物可以產生致癌 好 那這邊已經有兩個高就業高污染 還有什麼 還有是低利潤 你知道嗎 我們有工作做還薪水還不錯 為什麼會低利潤 因為我們沒有品牌 你知道嗎 就好像我們的手機 蘋果的手機 那蘋果賺多少錢 我們勾台銘賺多少錢 這比較起來就是沒有品牌低利潤 到現在還影響 好 那 這個時候就是跟你講 這就是台灣人之駕 那這條路叫什麼路 是台北市少數清朝時代舊的路 那 以前叫做千秋街那一段 這邊叫做建昌街 有時三的 有時三的 你